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亚洲投顾林红相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赢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健能心今天是9月13号星期五 台股今天下跌57点是在8168点亮缩 大盘今天的成交量成交量急速的做萎缩 大盘今天的成交量只有647亿元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朋友 台股应该是本坡本坡拉回幅度比较多的一天 今天跌57点 那有人说今天是13号 13号星期五 所谓黑色星期五 所以今天台股拉回量缩57点 事后马后炮 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 就录广播之前 看了一下网络新闻媒体 看一下晚报 为什么今天人家市场是如何解读 今天台股做拉回 很多人解释今天台股是因为 好刚好下礼拜是中秋节嘛 四天连续假期 下个礼拜美国的联准会 他们的公开市场 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 FOMC即将讨论QE会不会退场嘛 好再加上立法院下个礼拜要开会了嘛 担心会有政治的纷恼 所以今天有人提前做获利了结 若带为安 投票那不是我们昨天的看法吗 昨天我们在节目的内容 怎么变成今天台股拉回 人家在做解释呢 对啊 我们昨天节目内容反而是今天台股 做拉回每个人就开始告诉你 哇把我们昨天节目内容 1510的照抄 抄出来 那投票 那个不是事后马后胖吗 就像当初我们告诉你 当初在7800点的时候我们告诉你 量说价涨台股即将做嘎空嘛 那时候市场告诉你 没有量不会涨嘛 为量试问嘛 新低量之后会有新低价嘛 这个盘你要观望嘛 我们告诉你这个盘量说价涨是嘎空 我还记得我有带来主力超盘法的量价篇嘛 12条守折嘛 等到真的外资狂买 外资从上个礼拜是开始大狂买 买超97亿 73亿 109亿 120亿 然后接下来买超90亿 昨天买超72亿嘛 今天外资买超34亿嘛 我们告诉你 你要有点提防 提防外资有点买不动 对不对 但是市场反而那时候告诉你 哇这个盘外资即将嘎空嘎空手 好 然后拉高结算 没有啦 反而开始做拉回啊 投票 你有没有发现 好像我们 我们不敢说我们领先市场 但是你应该可以慢慢去验证了 我们很多的言论了 我们很多的言论 事实上市场都在 跟随我们的脚步了 不管是从早期的2317的鸿海 鸿海 我们在6月 6月底吧 我看一下 6月 时机日期 我看一下 这个要付法律责任的 6月26号 我们告诉你 我们进场买鸿海 好 那时候我们透过 Apple的走势图 告诉你这个盘会涨 结果呢 来到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鸿海集团 已经有人在做调节了 我们做卖出了 那时候市场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外资 自营上的投信 积极卡位 凭概股 结果我们鸿海 我不敢说卖在最高点 但是鸿海 我们应该是卖在 礼拜二的相对高点 好 这个你验证了 后来我们告诉你 从Apple推出来 我们告诉你 我说 会有两档个股受惠 一档是25式的联发科 一档是二开头 八结尾的个股 昨天涨4.5% 今天做压回 结果昨天收完盘之后 你也看到很多人 在告诉你这档个股 好 这个都OK 这个你验证了 一个月前 我们告诉你 BDI指数 它已经打出底部了 打出底部来了 好 结果BDI狂涨五成 带动相关的航运概念股 甚至婚姻类股 也带动起来了 那你就看到市场 跟随我们的脚步 在做解盘 昨天我们告诉你 我说这边 政治最怕是不确定因素 政治不是怕利空 政治怕是不确定因素 下个礼拜 台股充满太多 不确定因素了 不管是四天连续假期 或者散户最怕的中秋节变盘 或者是所谓的台子期结算 或者是所谓的立法院开会 或者是美国联准会 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 FOMC 要讨论Q会不会退场的问题 我说下礼拜太多这些 太多不确定因素集结 结果呢 结果今天大盘拉回57点 那这些理由 市场就告诉你 台股今天为什么会拉回 好 所以各位车头表 我们过去几乎所有的言论啊 你都可以慢慢去做验证了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所以这代表要告诉你什么 我只告诉你啊 逻辑推理很利 能力很重要 特别 就是说基本面 基本面跟技术分析这种东西 真的只是看人家愿不愿意去教你 愿不愿意去教你 但是你想出人拔萃 就是说你想领先市场去卡位 在某些东西你应该 真的有某些逻辑推理的 这些东西不需要很难啊 就像我告诉你 天气变难了 那9911的樱花会收惠 这种需要很难吗 应该不需要吧 这个只要你 你有基本的sense 你就知道 冬天来的热水器 它会卖嘛 这种东西应该是一个 尝试嘛 这种东西应该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 一种应该是说养成的习惯而已嘛 所以这种东西不需要很复杂嘛 只是说你有没有去用心而已嘛 就像现在9月了嘛 9月13号了嘛 就像当初在4月多吧 4月多4、5月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天气变热了嘛 你应该去买9907统一石嘛 还记得吗 后来统一石不是涨一波吗 就说这些东西 事实上是在你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去累积了 那只是你有没有用心而已了 你不需要市场去告诉你 哇现在什么个股大涨 3D列印大涨 我就有3D列印的股票 Tesla股票电动车 Tesla股票电动车 我们是在几月投资奖座推荐的 5月还6月 然后就说你不需要市场什么涨 那就老师 什么股票知识涨一满他都有 不需要 你要的是一个逻辑推理能力 你有一定的操作概念 市场你就能够在股市里面 稳健获利 好不好 好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你推理什么 投票 今天9月13号 明天礼拜六要开盘哦 礼拜六要开盘哦 目前影响 台湾啦 台湾的证券市场 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哎老师 应该是政治纷争 好 这个我不否认嘛 政经不分离嘛 政治一定会去影响经济 那除了这个呢 哎 稻穷 我们应该是以稻穷为基准 好 我们不是以稻穷为基准 我们是跟那时打互动的比较 关系比较密切 那 美国领准会下礼拜的QE要不要退场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 多大的因素啦 我个人QE应该会减少规模了 还不至于退场 所以他只是他缩减了 购买债券的幅度是多少 是减少50亿 100亿还是150亿 这个可以讨论吗 好 哎老师 你就干脆直接讲答案就好了啊 这个也不是 那个也不是 到底是 你认为目前最在乎的是 什么 我个人认为目前影响台股最在乎的因素啦 就是中国大陆的十一场价 好 它影响目前我们的电子业的供货需求 它影响到我们目前通路端 未来的布局是如何啦 好 那如果你要去了解中国大陆的十一场价之 这个体材 那你要去了解 你要去了解 上海A股 好 特别 你应该去花点时间去了解上海A股 上海A股它目前是多头还是空头 好 上海A股目前的走势是如何 这个你要去花点时间去做分析 至于美股道琼的走势 我个人觉得道琼它目前大概就是在这边上下做震荡 好 反正那斯达已经创新高了 那我们曾经跟你讲过 道琼反映的是QE退场这个问题 道琼反映的是美国要不要攻打叙利亚这个问题 那斯达 那斯达反映的是科技类股 他科技类股来到每年第三季 第四季到元宵节 好 这边就是我们讲的元月效应吧 好 元月效应 就这边那斯达反映的是科技类股的一个大行情 所以这边我还是建议投资朋友 关于科技类股每年最好操作的就是在这里 好 那台股基本上他目前是由三只脚形成的嘛 一个电子业 一个是传产 一个是金融嘛 好 那金融股我们讲过 金融股目前是面临到 这个有空你应该是看YouTube或Facebook 好 金融股他目前面临到 我看一下 7月23号 7月23号的低点 969.22 969.22 金融类股 二班的金融类股 如果各位亲爱的投票 你本身有电脑软体 那接你去看 二班金融类股的类股指数 7月23号的低点 969.22 我们曾经在节目 告诉大家 我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位 他在做工房 7月22 7月23 那今天几号 今天9月13号 7月23到9月13号 老师 那也将近快要一个半月 快要两个月了 事后来看 还蛮准的 今天 二班金融类股的收盘价是 968.85 968.85 那我们刚才说 7月23号的低点是多少 7月23号的低点是 969.22 969.22 我们算969好了 这样比较好记 969比较好记 那今天收盘价多少 二班金融类股 今天收盘价是 968 老师 差一点而已 事后一个半月 快两个月 你来看 我们的点位 还不错嘛 为什么 因为新手看价 老手看量 高手看筹码 主力做手 看暗关 所以投票 有时候把你的层次 稍微提升一下 除了量价关系之外 你应该去寻找 是否有价量关系 股市除了你要去懂 量价关系之外 你也应该去尝试 去懂价量关系 好不好 刚才我们是讲 NASDA 是关系台股的 电子股 金融类股 目前在工坊 7月23号的低点 那除了这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船产 船产就是 我们讲的中国大陆 所以船产 你应该去看上海A股 它目前的表现是如何 我的看法 我们尝试用 广播去跟你结盘 尝试 如果没办法的话 可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 你可以去看YouTube 或者去看Facebook 好不好 上海A股 我的目前的看法 上海A股 目前已经正式 打底座成功了 他从 应该是说 他从他的 申办奥运 申办奥运 整个应该是说 大量的 基础建设完之后 2008年 上海A股是在 他之前高点 是在2007年的尾端 上海A股是 6429点 6429点 开始做拉回 就是他在 申办奥运那时候 他大量的基础建设 然后让推动 上海A股建高点 我的看法 就是说 上海A股 目前整个 在这边 应该算是一个 底部正式的 做形成了 上海A股经过 2008年到 现在 2013年 他经过五年的 一个调整 五年的调整 基本上 他已经有点 适度的 适度的 就是说 应该是说 底部 打底还不错 底部适度的 打底 还不错 好 所以这边 上海A股 我个人觉得 他在这边 尤其近期 他近期 上海A股 大量的 密集的 带量 做上涨 应该是 对他整个经济 慢慢调整 经过这五年的调整 有好处 好 所以投票 我还是想 带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 去跟你结盘 台股 我们在前几天 就告诉你 在这边 你要去提防 外资狂买 有点买不动 昨天我们也提醒大家 下个礼拜 台股 太多不确定因素 所以今天做 拉回 但是你要听懂我的话 台股短期会做震荡 震荡完之后 他会创新高 他会挑战 今天的高点 八千四百 三十九点 所以近期的操作 你应该 拉回 亮缩 找买点 近期的操作 你应该 买黑 不买红 因为他会震荡 相形整理 买黑 不买红 你看到今天 这根K棒 你应该就 要了解 台股未来的走势 是相形整理 买黑 不买红 老师 你为什么不确定 你为什么说 不说这边 是会拉回 ABC 或者这边 就要直接拱 为什么要说 相形整理 经验值 专业判断 台股会进入 相形整理 说你的操作 应该是 买黑 不买红 你应该 几掌几叠 反向操作 今天是9月13号 我们率先预告 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之后 你再继续看 市场会不会这样告诉你 几涨几叠 反向操作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之后 你再去 去印证 市场会不会这样告诉你 这边台股进入 相形整理 这种东西 也不用去争辩 谁对谁错 就像当初告诉你 580亿 量缩价长是嘎空 就外资狂买嘛 然后 昨天前天 对啊没错啊 昨天前天市场就告诉你 外资 无据于国内的政治斗争 国内的政治纷争 外资狂买 因为外资要嘎空 嘎空手 那跟我们8月底 讲的内容不是一样吗 那我们昨天告诉你 这个盘要拉回 就我们很告诉你 这个盘 很多不确定因素 今天拉回市场 就告诉你相同的理由嘛 所以 股市这种东西 只要你活得够久 只要你活得够久 那我告诉你 台股未来会进入相形整理 几掌几点 反向操作 你的操作策略 应该是买黑不买红 对或错 一两个礼拜之后就知道了嘛 好不好 一两个礼拜之后就知道了 那只是想去表达 就是说 还是那句话 操作股票 有时候你不要太 看得太短线了 看得太短线 你会 很辛苦一点点了 就像当初我们告诉你 红海 你应该 蛮不错的 就红海涨一波 那如果你只是看短线 老师 也不会涨啊 77 78都要相形整理 涨个三毛 五毛这样子 你感觉 好像不太会涨 好像俩姑糟糕笔 等到你卖掉 就真的被洗掉了 跟2454联发科一样啊 联发科昨天突破 平台创新高 市场就高了 所以他调高他的平等啊 外资某大 某大分析师 名嘴就告诉你 要调高 联发科的平等嘛 那操作不是这样子嘛 操作应该是 你应该要有一定的 知道自己想干嘛 好不好 所以我们闹得太离题了 讲到上海A股 我的看法 如果今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在复苏 那欧洲区 美国 北美地区 不管是PMI PMI 制造业 采购今年指数 或者我们讲的BDI指数 当你真的都看到 全世界经济在复苏 那Turpeo 下个礼拜他 我不否认 他充满很多不确定因素 所以台股会震荡 所以台股 会进入整理 那你的逻辑 你的操作 我还是那样子 你的操作应该还是秉持的 刚才我们已经预告了 这边会进入相形整理 所以几掌几点 反向操作 所以你的操作策略 应该是买黑不买红 任何的拉回 应该都是拉回 量缩找买点 会拉回 但是你心中要拉一把尺 不要因为几掌几点 而去追高或杀低 你应该几掌几点 反向操作 好不好 我们今天已经把下礼拜 接下来一两个礼拜 行情的走势 已经率先做预告了 那你再赚不到钱 我没办法了 你再赚不到钱 我也没办法了 就像当初都已经率先做预告了 好吧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今天是礼拜五 明天是礼拜六 我们补假要上班 要开盘 那绕了一大圈 只是要让投资本 去一一去验证 就说我们真的是 可以让你值得相信的一个优质团队 如果你长期验证我们 不管是验证一个月 三个月 半年或一年 如果你想在股市里面 寻找一个专业 诚信 负责的优质团队 我林鸿巷 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这个不是老啊 卖瓜 自卖自夸 而是说我们真的是长期 可以让你去验证 我们有这个实力 跟专业素养 以及这个人格特质 好不好 那公司目前有个 中秋节优惠活动 真的希望投票 如果你从6月21号 一路的验证验证 验证到这里 好好把握 每年台股 最好操作 就是这段时间 好不好 好好把握这个 中秋节 难得的优惠活动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 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 林鸿巷 下半段我们跟大家去聊 几个题材 第一个是 小米鸡 中国大陆的小米鸡 第二个是 中国大陆的 十一 长假 我想在 Apple推出 5C跟5S 如果 投资朋友 你有稍微看一下 所有的财经媒体 应该都知道 市场对于 5C跟5S的评价 真的不高 好 真的不高 那这种东西 你不需要去看 它的硬体规格 我比较担心的是 我再次强调 我比较担心的是 如果你 Apple花了一年时间 你没办法 推出新产品 那对 Apple 那是一个 它的研发部门 它的研发实力 它未来的软实力 那是一个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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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的警讯 了解意思吗 好 那我们昨天也用布袋系的一句话 欧白龙均说的 别人的失败 就是我的快乐 如果你Apple没办法那么厉害 那当然对相对的 其他手机概念股 像Samsung HTC 或者中国大陆的 中兴 华为 酷派 联想 或者最近 串起来的 小米 那就是一个大力多 对啊 因为你实力没有变得很强啊 当你没有变得很强 那其他的人 他就有 可以把时间 他就可以把战线拉长嘛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人家的研发实力 就有机会 串出来嘛 那中国大陆近起来 最最厉害的 或者是说 手机目前 最好 实力最好 就是华为嘛 好 那有人把 华为 因为华为什么都布局嘛 什么都要吃嘛 华为什么都要吃嘛 所以说有人把华为形容 他是 中国大陆的Samsung嘛 Samsung一样啊 他低轮也要吃啊 电视也要吃啊 手机也要吃啊 Samsung就是什么要吃嘛 那中国大陆的华为 就有点类似南韩的Samsung嘛 他什么都要做嘛 好 但是他近期 近期除了华为之外 中国大陆有另外一家 小米机 他串出来嘛 那小米机 有人把他称之为 他是中国大陆的 Apple嘛 所以你去看 小米机 他的总裁 雷军他的很多思考逻辑跟布局 就跟Apple之前的贾博斯 蛮多 雷同之处嘛 好 那投票 我刚才用 这些例子是要去跟你引导几个概念 所以你未来你应该去留意的 留意的就是说 台厂有哪些公司 他可以打进 打进小米机的供应链 好 那现在 简单说 就是鸿海的 富质康 他已经开始在 在接一些小米的 小米机的订单 好 这些当然 组装这方面来讲的话 他还不是 由鸿海 而是由富质康 但你可以说 他有母子公司的这些 未来 你说财报的一个 母子公司的列印 这个都OK 但是我想表达说 目前是富质康在做组装 那晶片呢 晶片目前是联发科 但是联发科 他只拿到他的低价 低价红米机这一块 他的高阶小米3 联发科还没拿到 但是我们说过 小米他这样做 只是要先去测试也好 测试也好 联发科他的实力是如何 如果他在红米机这一块 联发科他的晶片 能够让雷军他满意的话 那未来 小米上不敢讲 但是未来小米4 小米5 联发科他就有很大的机会 拿到这一块 这个你要去留意 它是一个长线趋势 那鸿海这边 你要不要去追杀 我个人短线 鸿海会因为 Apple这样的 这样子的产品表现 没有那么来得好 所以鸿海会有利空 但是当他打低下来的时候 我说过 他的富质康 已经切入到 小米这一块系统了 那未来 会不会有机会 有机会 就是小米这一块 他的产量 填补 Apple 他的产量 这个你就要去追踪 我就说 Apple可能没有办法 卖得很好 他卖也没有卖得很好 但是 如果小米能够卖得很好 那能 他能不能取而代之 就是Apple的产量 这个就是你要去追踪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对鸿海 他只是短空跟长多而已 了解的意思吗 短空长多 好 至于中国大陆 十一长假 我的看法 你要去切割 好 时间有点赶 你要去切割 十一长假前 就是电子业的大货需求 十一长假后 会反映受惠在通路端 因为你还没过年啊 你还没过节啊 你一定是过节的时候 你才去消费嘛 所以十一长假前 通常是拉电子股 十一长假后 就越靠近十一长假 会拉电子股 通路股 不好意思 了解的意思 十一长假之前 一个月就先拉电子股 拉货需求嘛 那越靠近十一长假 他就慢慢把资金 转移到通路股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大盘 我们所有解盘 应该是从6月21号 现在你都一一做验证了 那今天的拉回的理由 应该也在我们 昨天节目当中 你又验证了 好不好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票 你要的应该不是 在节目事后放马后跑的 你要的是一个能够 能够带你前瞻心的观念 你要的是一个能够给你启发 有互动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言论 如果你长期验证 那你想找一个专业 诚信负责的团队 我林侯像 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爱的好朋友 那好好把握 真的再次强调 好好把握 从现在到营销节 最好操作的大行情 就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